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Mofi的刷具 其实他们家的刷具应该是在欧美的YouTube界非常的红了 我也是前不久才开始接触他们家的刷子 我的Mofi的刷具都是在Beauty Bay上面买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但是Beauty Bay上面经常会断货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美国加拿大那地方 应该是会比较方便 就是更方便在官网上面买吧 我现在这个妆容呢 其实有做一个妆容分享 如果你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点这里或者是到下面的info box里面去找链接 我会把它放到那里 那Kofi酱呢 刚才我们出去走了一圈 然后她累了 所以她就在下面睡了 说不定这一个视频快要结束的时候 她会醒来 那到时候再跟大家say hi了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其实她们家刷子呢 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在网上看的那些欧美的youtuber 什么Jacklyn Hill啊 她们在讲啊 但是Jacklyn Hill是讲什么她都觉得好用嘛 所以我就觉得她那么热情高涨 对不对 我还是根据我自己的需要来入 所以呢我就暂时入手了这一些 这一些呢也是有的是我看网上那个图片 我觉得感兴趣有的是 确实听了不少人都在说好用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再用了她们以后的感受 那首先就来讲这一把面部刷好了 这也是我手上的唯一一把她们家的面部刷 因为啊我的面部刷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最近更多的是在入眼部的刷子 那所以这把刷子呢是叫做E3 那她们家的这个刷子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系列 每个系列呢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主打吧 然后长的这个刷感也不太一样 那这一支呢是E系列的 是E的第二代 E系列就是一个奢华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E系列是她们家的价格里面最高的一个系列 但是同时也是她们的刷感和刷毛做的最好的一个系列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系列其实是很值得入的 那我为什么要入这把刷子呢 首先也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火苗形的刷子 就是像这样的 因为它的这个取粉面积就是从这里开始 然后到这个上面就整个一个侧面都是可以取粉 那这把刷子呢既可以用于散粉 也可以用于粉饼类的 它的抓粉能力是很好的 对不对劲呢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你手上没有这种类似的刷子 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把叫做E3 那这一个呢是E系列的第二代 E系列第一代其实更好看 就是它上面这个毛啊 就是那种白色啊灰色那种的 就整个整体看上去很像那个Cephora家的那个刷子 那这个第二代呢就是上面这一坨是这个 红棕色的 上面有粉不知道大家看的没有哈 反正不要接着这个问题 那现在这个E系列的第一代好像已经停产了 所以可能在官网上面已经找不到E了 它们其实的这个质量跟刷毛全部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们这个颜色不一样 那为了颜值呢你自己去衡量吧对吧 那这个E系列呢我就入了这一把 我觉得还是蛮高兴的 它的价格大概是20欧元左右 根据你在不同的网站上面买可能价格有一些出入 它的刷毛非常的软 它呢我用的时候更多的是用按压 然后这样滚过去 因为它整个这个一个侧面都可以就是抓粉嘛 所以我每次在取粉的时候 不管是粉饼还是散粉 我都会在里面这样不停的这样点压 然后这样转着去取我的粉饼或者是散粉类的产品 然后取好以后呢稍微抖一抖 然后就这样一点压加滚动的方式上在脸上 帮助我定妆这样的 你也可以用它来做你的修容刷 这个形状也是很合适的 因为它这个尖尖的头呢 可以去到一些像这样的地方 刚好就可以这样做一个修容刷 那高光刷的话呢也可以 但是只是因为它的毛量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一般都喜欢用毛量稍微少一点 稍微更蓬松一点的刷子来做我的高光刷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顺便把这两把一起放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们基本上就是123号 因为都是这个火苗型的 我非常喜欢这种火苗型的刷子 我就是个人喜好吧 因为我觉得首先它也实用 第二它外观也好看 我自己用着很高兴很满足 而且像这种火苗型的刷子 确实非常多功能 每把不管是什么size都很多功能 那至于走Eva家的刷具呢 我会做下一期来接着做 就是关于他们家的刷具的分享 如果你们单买的话 入哪一些比较推荐 那就在下一期键哈 这一把就这样带过 那其实如果你要考虑它的价格 它其实是不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想说花20欧 你想买类似的刷子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买到的 就说它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那一把 但是如果你想尝试 Mofi的刷子呢 你买这一把应该是不会后悔的 就是洗过好几次以后 它也不掉毛 然后也不炸毛这样的 那我待会要讲的那几把 就是眼影刷呢 就其中有一些会炸毛 由此可见 它这个E系列质量 确实是有保证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把M433号 这个M433呢 我有两把 另外一把是之后再买的 是因为我用完它以后 我觉得太好用了 它跟这个Mac的217号 实在是太像了 好我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 大家看一看 可以说是大家来找查吧 就是你几乎找不到 它们的刷毛刷型方面 有什么区别 那它这个M433呢 是叫Master Pro 这个系列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有的系列都是羊毛 但是这两把刷子是羊毛的 它的刷毛很软很蓬松 不得不说呢 其中有一把 我是先买的 就是洗的次数稍微多一点 那它炸出来的这个量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会炸一些毛 就是这边这一把 那如果你不喜欢刷子 再炸毛什么的话呢 你就考虑一下了 因为它们家的刷子 就是这个眼影刷 是会炸毛的 但是我呢 我个人原因 我是比较喜欢它炸毛的 就这个217号来说 我洗完以后 我一般也是不会怎么特别的去护理它 或者给它戴个什么套子上面 因为呢 我喜欢它 就是稍微扎开一点 这样的话 我用它来运染的时候 我才觉得它可以 就是说真的把我想要 运染开的那些眼影 给它运开 运开来 你知道吗 如果它是都在挤在一起的毛 我反而觉得它 就是工作起来不给力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用着这种 稍微扎开一点的毛呢 我觉得其实更顺手 更好用 那这一把433呢 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如果你在寻找 Mac 217的替代品 那就是它 我跟你讲 就是它 这里我甚至还可以把 ZOEVA和这个SIGMA的 E25放在一起 因为这个 它们都是所谓的这个 Mac 217的评价代替品 但是我想说 这两个我觉得都不能代替 217 SIGMA这个刷毛的质量是很好的 就是它不扎毛 它是很有型的 就洗了好几次以后 它都依然还是保持着那个形状 而且它的刷毛非常的软 但是刚才我说过了 我喜欢它 就是稍微扎开一点 才有那种可以运开的那种感觉 当然这把刷子也好用 但是我觉得使用感受来说 它跟217是有区别的 那再讲这个 ZOEVA的这一把 227 有人说跟这个217很像 但是我觉得 用它来运染眼窝 如果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点扎眼睛 我觉得不好用 但是反而如果用它来上鼻影的话 是可以的 这把刷子 我也是会在之后的 ZOEVA的刷具里面详细的再讲 但是我只是说 作为眼部眼影的 这个晕染刷来说的话 那两把是不能替代217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预算有限 又想买一把非常好用的 这个眼影晕染刷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个M433号 好的 接下来是这一把叫做M441 那这一把呢 是一把很大的眼影刷 就是作为眼影刷来说 它稍微有一点长 但是呢 我很喜欢用它来 就是运染开我的眼影 运眼窝这个地方 或者说做一个就是 大面积的这个运染 或者说用它来上底色也好 有的时候 如果你想上某一种 这个眼影的打底色 然后你又不想说 让它太显色 你就想说在全眼窝 大面积的淡淡的薄薄的来一层的话 那用它是可以的 然后呢它也可以用来刷 鼻影 也是带着一些 就是明显弧度的这个 小的火影 火影刷 火影人者呀 也有一点这个火苗刷的这么一个倾向哈 那旁边的这一把呢 是走Eva他们家的228号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有走Eva的228号 那你就没有必要买这个M441 因为它们两个的形状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是不管它们的蓬松度也好 柔软度也好 还是说这个整体的形状上来说 这个长度来说都是几乎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这两把你们已经有了其中的一把的话 就没有必要再入另外一把 除非你是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刷子 好吧 那这里其实不得不提到一点 就是Moffee的刷具 就光是这两把M系列的来说 它们的这个刷饼的这个手感 其实比走Eva的这个手感好一点 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 它要比走Eva的刷感要长一些 长一些 然后要比它粗一些 那我个人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用长一点的刷具的 有的人喜欢用短的 因为他们想说对着镜子的时候 你这个刷感的这个地方 不会戳到你的镜子 所以有的人会喜欢稍微短一点的杆子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喜欢用长一点的杆子 因为反正也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考虑刷子长短的问题 就是刷杆长短的问题 你这个也可以就是考虑进去 好了 那这把刷子说回来 它也是这个羊毛刷来的 那这把刷子也是非常的软 同样也是有一个问题是 它也会榨一些毛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根毛已经跑到旁边来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但是用的时候 就是用它在眼窝这样扫来扫去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说它戳眼睛 像刚才我讲的走依吧 它那个227号是会戳眼睛的 所以就不太适合用来刷眼皮这个地方 那这把呢是OK的 好接下来这把呢 依然是Master Pro这个系列的 它的名字叫M330号 那这一把呢 很明显是一把火苗刷 有的人可能不喜欢用这样类似的刷具来上眼影 可能他觉得不太适合亚洲人的这个眼型 因为我们是没有眼窝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一类型的刷子很好用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是可以只在刷尖的这个地方来取这个粉 然后用在眼窝这个地方来刷 其他旁边的这些毛就可以帮我把那个东西给晕开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有的时候我不在这个肩部地方取粉 我是在用它这个侧面来取粉 然后刷在我的眼皮上 大面积的这个上色也是可以的 这把刷子的刷毛呢 也是非常软的 所以如果你在寻找这一类型的火苗型的眼影刷 这把也是比较推荐的 但是当然如果你是之前有尝试过这种类似的火苗型的刷子 来刷你的眼影 但是你觉得并不好用的话呢 那这把刷子就可以跳过了 好的接下来呢 是这一把叫做MB23 它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几乎是有一点像这个Dual Fiber的感觉 就它下面这个毛到这里是非常黑的 然后上面这一层呢 是那种有一点墨绿色的感觉 或者说是蓝黑色那一种的颜色 你知道吗 就感觉是两种不同的毛 它的毛非常非常的软 这让我非常吃惊 因为它这把刷子很便宜呀 觉得说就是墨非函的刷子 其实还挺让我惊讶的 因为这么便宜来说 还可以有这么软的这个刷毛 而且它这把刷子不怎么扎毛 因为它的这个刷毛们 都是几乎一样的长度 所以它很难说 像刚才我讲的那个441和433号那样 就是有一些长短不一的那些毛就这样炸开来 但是它没有 它几乎就是这样保持着这么一个形状 你可以用它来大面积的上你的这个底色的刷色 像这样 或者说就是我今天是用它来刷鼻影的 它的刷毛非常的软 所以就是用的时候也感觉很舒服 这把刷子也是比较推荐的 接下来这把呢是叫MB13号 它两边的这个毛的这个剪裁有点不一样 就是如果我把它拿在这样侧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一边这一边的毛是有一些 从这里开始有一些小弧度上去 就是这个侧面有一些取粉面积 但是另外这个侧面就是直的这样上来的 我用它来上我的这个眼影的底色 就是上这个基础色大面积的铺在这个眼皮上 反正就是以尬压的方法这样上过来 这把刷子呢也是非常的软的 如果你在寻找类似这种给眼皮上这个底色的这种上色刷的话呢 这把也是比较推荐的 接下来这一把呢是不怎么推荐的一把 它是另外一个系列叫什么Black什么系列啊 反正它的这个型号是叫B80 反正在网上看它的时候呢 它的名字是叫什么Pointed什么Creeze Brush之类的 就是有一个也是我喜欢的那种火苗型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我觉得它这个毛有点扎眼睛 它的毛居然是那个动物是叫欢 欢跟这个羊毛的结合 就所以它是有两个颜色 当然你听起来你就觉得 哦好像这个刷子还挺就是用心的做的 然后也挺不一样的跟其他的那些刷子比起来 但是我觉得燃病了刷在眼皮上的时候 我觉得扎眼睛 因为它这个毛啊这样扎开的嘛 然后它每一根这个毛的肩部都有一点 硬就有点戳眼睛 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眼皮上面这样来回扫的话 我是觉得有点硬硬的这把刷子 所以呢它呢我不是特别的推荐 好了那综上所述呢 我最推荐的刷子 当然是这一把M433 就是我有两把的这一个 我不敢保证说它能不能像Mac的217那样保存 就是一直用很多很多年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中有一把洗的次数比另外一把多 大家可以看到它炸的毛可能要多一点 那你们在洗的时候就可以去买那种保护的刷套啊 或者说是把它晾干的时候 你用手指蘸一些水 然后把它外面这个毛这样给它捋一捋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里面和外面差不多的湿度 不会说外面都干了一些里面还是湿的 然后最后等它全部干的时候 外面这些就全部炸开了 就以此呢可以稍微的防止一下它这么的炸毛 对吧 那我呢是因为我喜欢它炸毛 所以我有点奇怪 大家不要管我 但是所以我就没有去更多的这样的护理它 因为它毕竟也不贵 所以就没有必要那么的care吧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还在犹豫你要不要买217 你觉得它价格有点贵 那么你去买这一把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因为它们的使用感受真的是一样的 那剩下这几把 我也是个人来说非常喜欢的 其中一个这个M330号 就是一个带着尖头的非常的软的一把刷子 反正就是来回刷的时候不会觉得说戳眼睛 然后另外的这两个MB系列的这个刷毛真的好软啊 我都觉得比那些都软你知道吗 它是应该是人工的毛 那人工的毛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第一你不用太多的care它 就你洗的时候你随便洗 第二呢它非常的软 第三它又可以用粉状的又可以用膏状的 或者说甚至是那种liquid那种液体状态的都可以 所以呢 这就是它们的这个好处 那么这两把也是比较推荐的 根据你个人需要 如果你想要找一种这种平头的 又稍微大一点的上底色也好 上这个鼻影也好 那么就推荐这一把MB23给你 那另外一把呢 就是MB13号 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吧 它并不是一把必须的刷子 但是如果你手上还没有一把 就是很好用的这种上色刷 那你可以考虑用用它看看 因为它很软 而且也很便宜 好吧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Morphe的刷具了 那这样子看来呢 Coffee还在睡觉 哦 还说它已经醒了 它醒了 Coffee醒了 Coffee延时啊 Coffee Coffee困了 时间也不早 Coffee Coffee 我们准备睡觉 Coffee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Morphe的刷具了 那总体来说呢 我入的这些里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至于E3 我为什么有没有在刚才特别的 就是推荐出来 因为它的这个价格 就是这个价格 你也可以去选择 入Sigma 或者是入这个Zoeiva的这种 类似的刷子 就是不是特别的 必备吧 但是如果你想尝试说这种类型的刷子呢 这个E3是不错的 好吧 Coffee 我们跟大家说拜拜了 好吧 好了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就给它点个赞吧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其他的视频呢 就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 我以法的这个毛 在洗过很多次以后 它就会扎开 但是它依然的很松软 就不是说是扎脸的那种 那Sigma的这个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很软 然后它很有心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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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